带孩子玩科学 新竹县第一选区立委参选人徐欣盈 就在新丰乡举办首场AI科学趴 引领孩子玩遥控机械手臂 AI机器人闯关 还有气球魔术秀等 近超过两千位大小朋友玩得嗨翻了 民俗舞蹈西津开场 还用丝巾大玩魔术秀 第一选区立委参选人徐欣盈 在新丰中校公园举办首场科学嘉年华 因为我们非常的注重教育 那这个小朋友呢 你跟他讲太多 没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你让他从玩中学习 那他就会有很多的启发 第一次有什么AI的一个机器人 然后我儿子跟他闯关 觉得蛮好玩的 带他体验这个气压火箭 对 所以感觉这个活动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寓教娱乐 我觉得这个与时俱进的这个 这个点子很好 所以小朋友看到都尖叫 化身科学小飞侠推广教育创新 找来清大洋交大学生设立科学闯关 引领孩子玩气压火箭 遥控机械手臂夹糖果 还用指令卡牌 让AI机器人前进后退等 启发多元潜能 还有美学创作体能闯关 以及气垫溜滑梯夜市钓鱼机 超过十种不同主题专区让孩子玩得嗨翻了 把我们的立法委员习青云送到立法院 相信他会争取更多的经费到我们新竹县 特别是我们新芳香 我们立委习青云也是我们新芳香的女儿 习青云博士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当时的取贸干香港 我们争取了非常多的预算 到处的拖宽 我们也在公园的开放 以及宗教公园开始在整治 行星云博士本人也或者是他的助理 常到代表会来跟我聊地方的建设 地方创生 相信未来如果他当选 我也希望未来我们代表会来提爱 半分是这么多 大家大朋友小朋友聚集的活动 学童跳起花朵舞展现自信舞台 超过两千名大人小孩 逛文创世级 品尝七把棉花糖 享受快乐的亲子时光